你们这儿有没有野味 那种吃的那样 没有没有 我们这儿是正经饭店 没有这些的 那个客人吃的是鸡 老板 你就别装了 我们都懂得呀 我要吃的就是鸡 野的那种 你放心 我们有钱 不就是钱的事吗 好说 既然我老婆想吃 你开个价吧 老板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是犯法的 我们这儿真没用 不好意思啊 您看看菜单 算了算了 就这几个吧 好嘞 那二位稍等啊 都跟你说了别来这儿 真没劲 这儿的野味 还不如我们广东的多 老婆老婆 老婆消消气啊 咱们家就是开酒店的 你想吃什么 回头我让厨子给你做不就完了 来 你不就是看最近隔壁那几个店的生意比较好 听说这货啊 是从白鱼园来的 你想吃到进货渠道吗 都怪那个死玲玲 死活都不肯告诉我 肯定就是怕我的生意比她好 那肯定啊 咱也是阔寝人对吧 她就是知道我们出价高 钱比她高 怕我们知道了后颜之后 她抢不过我们呗 你得陪广东边多干 对啊 希南 你是去广东来的 我在广州打过工 你的这家餐厅在哪里 这家餐厅就会在月少路口 丢走替我走家 你知不知 我知道啊 我打工的技方在中山路 那你很疼吗 你从外地来的 你广东玩不错啊 急急 谦虚了 谦虚了 不像我老婆 嫁到广州来这么多年 他还是听不懂 知道我听不懂还不说普通话 这个兄弟刚才说 才来喽 他说他是从广州来的 而且打工的地方 就在我们饭店附近 你说巧不巧 那可真是太巧了 小兄弟 要不你以后来我们的饭店吃饭 我给你打折哦 我现在不在广州了 回白园了 那好可惜 小兄弟 你是白园本地人吗 兄弟 那你知道 哪里有卖野味吗 来 兄弟 别太介意啊 我老婆呢 有的时候 这脑子不太好 这 我们吃的都比较杂 没那么多讲讲 来 走一个 老板 现在风生紧 违法的事情要被抓住了 可是要吃官司的 这事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你放心 我们都很谨慎的 只要出了白园 我们也有渠道 只是 一般的我们都不想要 您哪 最好有那种很少见的 打扰一下 不好意思啊 上个菜 不好意思啊 最近野宝站来了几个小志愿者 装神弄鬼的四处调查 你们 你们这么招摇要小心点 志愿者那些有什么的 你放心 只要你帮忙引荐 我们也会有相应的酬劳感谢你 那几个毛都没长齐的 我会怕他们 老子在这个地方混了这么多年 别说周围的大饭店 广东的货 我都不知道送了多少了 原来 原来你这里就有货呀 老公 我们真是找对饭店了 缘分 兄弟 你归姓 姓贾 二位 怎么称呼啊 我姓花 我老公姓盐 我是花容月貌的花 她是盐而无姓的盐 不过话说回来 贾老板 你这里都有哪些货呀 只要是带翅膀的 我都能搞得到 绿翅鸭那些都太常见了 天鹅 天鹅 白罐 斑鸠这一路的有没有 还是你们会吃 你们要什么 我都能给你们更爱 贾老板 对 贾老板本事真大 不过我们要活的 活的 为什么呀 华老板 生意可没这么谈的 警察破案 志愿者解救才要活的 你们不会是另有什么打算吗 贾老板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好凶哦 贾老板要有什么顾虑的话 不妨直说 我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 没有这么谈谈 你们要是真的饭店进火 杀了不是更好待吗 这按照惯例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这毒死的 不新鲜的 我们是不要的 还真不怕你笑话 我老婆前天刚上了档 从别人手里 拿的那什么 绿赤鸭 等回来一看 胃里全是毒药 把我老婆气的 当场就拍了照片给我看 我是安抚了好些天 她才消气的 我知道贾老板 肯定不会拿这些 毒死的鸟来糊弄我们 但你也别怪我们 我这 我这实在是被坑怕了 活的 价格可不一样啊 你放心 钱的事都好说 贾老板 我们 也算是半个同乡了 这一半就当做是定金 其他的 等交货之后我一起给你 可以啊 不过啊 你们要的这些野味 不太常见 这样 留个联系方式 我们回去商量好价格以后 联系你们 好说 来 兄弟 是 辛苦了 我有什么好辛苦的 这本来就是我分内的事情 倒是你 平时没什么表情 关键时刻演技还不赖嘛 可能是两面鱼吃多了 就变上两面派了吧 都说张教授难以接近 平时想要个电话号码都很难 今天可正是便宜了假仨 一串数字而已 为了重要的人 有什么不能给 再说 是我减了便宜 要不然 怎么能要到知名美妆博主的微信 无聊 好好说嘛 我今天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挺好的 毛领听光来留 什么意思啊 就是夸你有勇有谋 长得也好 骗人的吧 怎么可能一个词 涵盖那么多意思呢 有啊 什么 愚昧人 还没问你呢 你越语是哪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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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父母在广州工作 在那边上过两年学 我怪不得 我也会几句越语 都是小时候看港剧学的 什么 多贼 公黑发财 无好综艺 哪 我都好呀 我正好想问你 这花容月貌的花 怎么 有意见啊 没有 听准确的 那这儿言而无信的言是 那是我临时起义的 再说 本来就是名副其实啊 那天发微信 让你在植物园门口见面 你为什么不来 我 我当时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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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老板 小老板 是我 你现在来一趟吗 现在 走吧 去哪儿 去找掌三背后的人 你确定是这里吗 应该没有别的可能 他们怎么还不来 怕了 我有什么好怕的 人之所以害怕 就是因为未知 这声音我熟悉 一听就是夜阴 不足以为惧 倒是你 你是不是害怕王老大 老婆 我们都已经知道 他们是谁了 害怕是吧 谁是你 你见过 你也见过 你也见过 王老板 这笔声音要是做成了 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大吃一顿 我们这儿是正经饭店 没有这些的 那个客人吃的是鸡 来 打扰一下 不好意思啊 慢用 这位老板好眼力啊 倒不像是开饭店呢 王老板说笑了 别的看不出来 端菜的姿势 还是能看出一眼的 这照理说吧 生客我是不接的 王老板 哪有人生来就是认识的 都是一回生二回熟嘛 我们家生意做得大 以后的货都从你那进 你们酒店叫 天鹅酒家是吧 对啊 上我茶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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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华老板这么不信任我们 这样做生意可就没意思了啊 刚才华老板你也说了 我们要长期合作 长期合作 那这个头就必须要开好 现在这个点 你们酒店应该还没关门吧 那是自然 请便 请便 哎 哎 天鹅酒家吧 我呢 是你们老板的好朋友 但是我有急事联系不上他 啊 他现在在你们店里嘛 在的话麻烦你帮我叫一下他呗 他不在这儿啊 拿出去入货了 你是哪位啊 我记得你告诉他啊 哎 这样吧 你直接把他手机号发给我 我打给他 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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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不得 这个是老板的私下顺身 我们不方便说的 我是你们盐老板的好朋友 你们老板和老板娘结婚的时候 我都去过了 你们老板娘姓花 你们老板娘结婚了 对不对 等会你先走 我断后 你还会断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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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能在这里趁一会儿 你就边跑 边通知王警官 听到没有 周围跑不了啊 那怎么办 又来不及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王警官 看我们在绝境边缘能支撑多久 别急 绝境在那儿丰盛 那好啦 你记得啊 137 106 86 高雲吧 这电话怎么合你 看来你把我手机好被听说的嘛 燕老板 这批货不便宜 要不是像天鹅酒家这么大的酒店 还真不一定吃得下 欧老板说笑了 我老婆说了 只要我们这次顺利拿货 钱不是问题 要不 我们明天就拿钱提货 钱不忙 你们今天远道而来也累了吧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上午 我给你们电话 告诉你提货帝 我给你们电话告诉你提货帝 我给你们电话告诉你提货帝 你提货帝 我们要通知王警官吗 现在还不知道交易地点 明天才通知 我们先去赴月 怎么 不敢 开什么玩笑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点小事算什么 倒是你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那个群里的几百个迷妹 把我撕烂了怎么办 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想对我负责 你干什么你 我在说正经事呢 我说的也是正经 我不用你负责 但我得对你负责 我必须要确保你的安全 如果他们起了疑心 我就自己去 你等我消息 不行 你也说了 他们那些人是罪犯 都没有什么底线的 解救幸存的鸟 把王老大贾三 他们捉拿归案 这是不是你想做的事 那你一个人 也完成不了啊 只要是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替你做到 他们手上有鸟 我知道你不放心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人 为此承担风险的话 我希望这个人是我 庄教授 这里可是我的住场好吗 怎么什么事情 都要听你说的 不敢 只是给花老板提个建议而已 这也差不多 毕竟我的信都是年定的 言嘛 得要是言听计从的言 我看你才应该姓华 华言巧语的华 这个旅馆 怎么跟昨天不太一样啊 是吗 是啊 昨天这个灯牌都没有亮 还有这个门 风一吹就会 噼里啪啦鬼哭狼嚎的 试试 什么意思 怎么 怎么没声音啦 奇怪 昨天都有的 难道是我换听了 旅馆还是那个旅馆 只是你看来 他的眼光不同了 会不会是因为昨天停电 所以会比较有阴森的氛围 老板怎么回事啊 老板怎么回事啊 稍等一下啊 又得到啥了 隐森吗 好像 没那么隐森了 其实他从来都没变我 要不要试着换个角度 重新给他个机会 是 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这里 也不会住很久 说什么机会不机会的 气息快乐 路边的眼花不要踩 没人跟你说过嘛 放心吧 是捡来的 装算捡的不是花 是花言巧语吧 是花言巧语吧 看我啊 看来是遭你准备嘛 有子 是花言巧语吧 将人子比较一样 不是花言巧语吧 是我 是花言巧语吧 没有花言巧语吧 那是不灭的 我就能处理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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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